在某一个睡不着的深夜 你脑海中是否浮现过一个问题 人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然后一边好奇 一边被自己的想法吓到 而纵观世界历史 关于吃人的记载从未中断过 一子而食 西海已窜 值得就是春秋时期 宋国被围 城内粮食吃完了 老百姓饿得吃小孩 于是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 就和别人交换着吃 没有柴火 就用人骨烧火 听起来十分残忍 而在灾荒和战争面前 吃人肉非常常见 1647年四川饥荒 人肉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 男肉口感硬 卖7钱一斤 女肉口感更嫩 卖8钱一斤 一开始吃尸体 后来便吃活人 有数据显示 全世界一位天灾和战争而引发的 吃人事件竟达到近400起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 可想而知 其中避免不了同类相残的悲剧 时间拉回到近代 最著名的一次吃人事件 应该是1972年的一场空难 乌拉圭橄榄球队乘飞机飞往智力比赛 途中不幸遭遇乱流 飞机撞上安蒂斯山脉 造成16人当场死亡 在无人搭救 也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幸存者选择吃掉死去的队友来获得能量 当然 这是为了活命的无奈之举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还有人吃人肉吗 现代社会中肯定没有 在我国刑法中 吃人肉属于侮辱 故意毁坏尸体 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而且人类之所以站在食物链顶端 就是因为我们进化出了特有的文明 吃同类的肉是不人道的 除非是心理变态的人 但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原始部落中 确实还有食人族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群岛上 有一个叫克罗威人的部落 据说这里仍旧保留着吃人的习惯 美国人类学家保罗 曾实地研究过这个原始部落 据了解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 克罗威人完全与现代隔离 被人们发现后 才逐渐接触到现代文明 但他们的生活方式仍旧原始 住的是搭建在几十米高树干上的房子 吃的是野外抓的虫子和野味 穿的是仅能遮蔽私密部位的芭蕉叶 面对部落是否吃人的提问 酋长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战争中 他们会吃掉抓来的俘虏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也会吃掉意外死亡的族人 指的是除战死和摔死的族人 原始部落不懂什么是疾病 认为意外病死的族人是被恶魔附身了 吃掉才能杀死恶魔 不过酋长也解释到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有充足的食物 他们已经不吃人了 那么问题来了 抛开道德和伦理 人肉到底能不能吃 事实上 除了受法律的约束 人类不再吃人肉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对死亡的恐惧 吃人肉很有可能会要了你的性命 在新吉内亚岛上 曾生活着一个原始部落叫法雷人 原本他们过着自由快乐的生活 可直到上世纪50年代 部落中流传起一种怪病 只要染上就必死无疑 病人起初会表现为 四肢颤抖关节痛 逐渐会莫名其妙地手舞足蹈 并伴随风电大笑 随着病情的恶化 半年后就会无法自主行动 最后躺在床上 因无法进食而死 有医学家到部落调查 发现部落内有一个习俗 凡是有族人逝世 部落人就会聚在葬礼上 将逝者的尸体分了吃 据说是为了延续 以逝指人的力量 作为贵宾 医学家也分到了一块脑子 他把人脑拿回去研究 发现了一种可以侵入大脑的病毒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软病毒 软病毒其实是由蛋白质分子组成 不能像其他病毒一样自我复制 但却有传染性和致病性 它会攻击哺乳动物 大脑和神经系统 让大脑变成满是空泡的海绵状 一旦感染死亡率100% 牛 鹿等动物也能感染 所以要紧防并从口入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